吴尼党 吴尼党 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一开始带你来关心 花莲县府为了协助拓展县内温泉观光的产局 第一次办理了2023花莲好汤评鉴的活动 那么就在5号呢举办了颁奖记者会 总共有12家的花莲温泉标章旅宿业者来得奖 希望透过评鉴跟鼓励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泡汤体验 花莲县府积极为中南区开创更多观光旅游商机 筹办花莲太平洋温泉季活动 吸手在地商政公所农会与温泉协会及时处型业者行销花莲好汤 4年来以打赏瑞瑟英雄权安通美人汤名号 为了支持和推广优秀温泉业者 基地业者不断提升服务品质 花莲县府首次办理2023花莲好汤评鉴活动 5日揭晓得奖名单 其实希望借由这次的活动 后续能够带领所有的温泉业者一起做成长 我们也希望说把各位未来有机会去跟外县市的 例如像郊西 然后包含到我们的所谓的那个像北投 或者是阳明山的部分 那边毕竟是大度会 他们很多的设备以及一些想法都很新 那借由这次评鉴 我们也希望说肯定大家 那希望大家为自己的产业而去努力 而不是我们自己在乡下平门造居 然后我们后续的把这个活动的继续的再把它延续下去 就是透过评鉴让好的更好 让我们有一些可以透过专家学者给我们很多的意见建议 然后我们怎么样让大家再提升起来 今年的评鉴也就很重要 那我们希望年年的评鉴 当然就像祥远讲的 有时候真的会得罪人 但是我想一个进步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以及我们自己业界要负责 对自己的产业负责 我想那个良心就是我们的核心精神 还有核心价值 县府观光处表示 评鉴活动邀请中华民国温泉观光协会 台湾温泉研究发展中心 佛光大学民宿研究中心等担任评审委员 在报名参赛16家温泉标章旅书业者实地访查评鉴 并加入网络票权成绩 最后有十全十美 最佳汤屋 最佳大众池 软心服务奖 最佳CP值 最佳新创 观光友善环境奖 等12家花年温泉标章旅书业者获奖 期盼透过评鉴 提供游客最优质的泡汤环境与服务 吸引更多游客体验华联好山好水 提升华联整体观光产值 记者讲汪烟环林师报导